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我是Bio Medical Science 今年是Year 2 哇 OK 非常好 那我是读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Year 2 哇 假期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那你们在假期时都感谢什么 我本来想说出去玩一玩 但因为疫情的原因最后就只能在家里待着了 好难受 所以在家里面看剧 健康最重要 OK 还有Amanda 我的话就是努力的赚钱 就是有做一些part time job part time job 做什么 在一个提拉米苏店做工 不错不错 那你不是食物就是在那边可以settle 对 每天都可以闻到很香的咖啡味 哇 羡慕羡慕 OK OK 然后呢 最近是不是有一个节日刚刚才过不久啊 什么节日 最近的节日吗 圣诞节 圣诞节 收到礼物 外圣节 圣诞节 圣诞节 圣诞节还在12月好吗 OK 不 应该不是啦 OK 我们 呃 今天的主题就是你们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要来聊聊 呃 大家也知道重阳节要将近了 哦 哦 重阳节 OK 我们今天就要来聊就是重阳节的那些事 正所谓九月节 露气寒冷 江宁节也 本节日也可以称为就是像踏秋 嗯 踏秋 它与春季三月三的踏青其实有关系 嗯 嗯 我们在新加坡本地这样子 就是可能可以觉得说是很像 呃 Future 哦 跟家人朋友这样去聚聚餐 然后去呃 应该在新加坡没有那种习惯去呃 做爬山这样子 对 好热 嗯 热 对 但是野餐还是可以做到的 野餐还是可以一定屏性吗 这种东西 然后在那种比较热闷的地方 嗯 在呃 海边这样子 对吧 嗯 虽然我们新加坡人对季节没有太 神众没有太注重这样子 不太能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但是秋天依然是抒发情感最最最好的季节 嗯 诶 春阳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哦 是吗 对 就是重九节 嗯 嗯 因为大家会在农历九月九日时庆祝这个节日 那么九九呢 英文是英文里的奶奶 对 然后它的谐音呢 是华语里的九九 就是for a very long time 的意思 对 像郭亮刚才提到的九九重阳节 也被称之为老人节 其实就是想要祝福长辈们能够健康长寿 对 然后大家通常都会在重阳节时带领一些长辈去进行一些活动 比如说带他们出去啊 又或者吃个晚餐之类的 嗯 嗯 对 然后虽然最近covid疫情有一点严重 哇 对哦 对 嗯 大家不能时常出门 但是 好处就是多了点时间在家和家人相处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哦 嗯 对的 因为covid的话 各家待的时间就变多了嘛 对 正好可以陪陪家人 之前都没有太多时间陪 对 大家都忙着在外工作读书 对的 好 那接下来我说的会有一点小声奥哈 那么易经中数字六 为因数 那么数字九 九 则为阳数 如果我们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易经中来讲的话呢 从九呢 是一阳登晴之日 地气上升 天气下降 那么以前的人呢 为了避免接触不正之气 他们就会登高 对 就是往高处去去爬山 以避这些邪气啦 那么民间传说中的重阳节 登高辟邪一说 则与梁朝的一位文学家作家 吴军所编写的续奇协计一书有关 那这本书中呢就记载了一位 叫做恒景的青年的故事 哇 刚刚Amanda说到的一些故事都是由我们伟大的一些文学家编写出来的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们都可以去网上搜寻然后去阅读这样 是的哦 诶 等等 说了这么多 嗯 这里有谁知道重阳节的故事吗 来历吗 是这样子吗 对 恰好啊 我读过刚刚Amanda说过的这本书 帅听听 嗯 这里面讲述的传织的来历呢是这样子的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东汉时期 鲁河呢有一个瘟神 只要它出现的地方 每家每户都会有人因此病倒 哇 甚至说还会有人就是死去 嗯 就那附近的居民们啊都受到了这个瘟膜严重的折磨 就惨不忍睹 天呐 诶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乳河是一条河吗 嗯 乳河确实是一条河 但它不是虚拟的河 就是不是虚构出来的 它是真实存在于中国河南省的一条河 嗯 然后当时呢有一个青年男子名叫恒景 瘟疫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 他自己也因此差点丧了命 但恒景病愈后他并没有害怕这个魔鬼 他反而是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妻子和父老乡亲 出远门去寻找仙人 他想找仙人去寻找本事 回来之后为民除害嘛 就是除掉这个瘟膜 也太勇敢了吧 对的 然后后来恒景走了很远很远 历尽千辛万苦 他在一座很老很古老的山中 找到了一位法力无边的仙人 然后这个仙人呢 同意收他为徒 也给了他一把降妖宝剑 于是恒景就费心忘食 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功 然后有一天啊 这个仙人就把自己的土地恒景叫到跟前 就跟他说明天是九月初九了 温魔又要出来作恶 如今你的本领已经学成 应该出去为民除害了 诶这时啊 仙人就送给恒景一包猪鱼叶 一瓶菊花酒 并授移了避邪秘诀 就让恒景立即骑着仙鹤赶回他家 就是那个村庄 恒景回到家乡后 在九月九日的早晨 他按照仙人的吩咐 把乡亲们都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面 发给美人一片猪鱼叶 一盅菊花酒 中午时分 北风呼啸 随着几声激烈的吼叫 温魔冲出怒河扑到山下 这时温魔突然之间闻到了 猪鱼叶奇特的香味和菊花酒的醇香 顿时间瑟瑟发抖 竟然吓得不敢再向前走了 说时迟那时快 恒景手持降妖宝剑 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搏斗后 将温魔刺死 瘟疫就此也就消除了 从那以后啊 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 登高必义的风俗便年复一年的流传了下来 哇 这么听下来的话呢 就觉得跟我们这次COVID疫情有一点相似哦 那如果我们这样讲啥 就是说以后COVID可以变成一个节日 成功消失过后可以来庆祝一下 庆祝 然后我们每一年都有COVID的这个节日 每一年都去庆祢 这个故事的传说就变成这样子了 对 以后戴口罩就是为了庆祝COVID 一天就是戴口罩来庆祝 口罩 口罩节 口罩节 OK 所以啊 之前 当我每次回国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过重阳节嘛 我那时候就很好奇 为什么好多人带着家人去爬山 还要佩戴朱鱼 赏菊花 饮菊花酒 读了这个故事我就明白了 其实就是 重阳节的一些习俗 原来 说起菊花酒 不知道有没有人喝过耶 没有耶 但是我知道菊花对眼睛单脏 有血压特别特别的好 哦 不知道耶 对 甚至有些还可以减肥 就是帮助减肥 前面的不是重点 后面是重点 对 减肥才是重点 如果想要趁这个机会 减减肥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去泡菊花茶的 哈哈哈 嗯 这个菊花就像 大诗人苏氏 苏东坡 一生就坚持使用菊花 春时菊苗 夏时菊叶 秋时菊花 冬时菊根 哇哦 诶 大家知道吗 其实 中国各地 庆祝重阳节呢 有很多不同 饶有兴趣的风俗哦 说来听听 诶 举例来说的话呢 辖北 大家吃了晚饭之后 就会三五成群的爬上附近的山 然后就会点上灯火 聊聊天 那么夜里登山呢 人们就会摘几把野菊花 然后回家就会插在女儿的头上 这是一个辟邪的概念啦 然后 而在山东北部的话呢 人们就会在重阳节这一天吃辣萝卜汤 因为有谚语道 喝了萝卜汤 全家不遭殃 对 遭殃的意思呢就是 经受苦难 痛苦的意思 所以大家喝萝卜汤就是为了 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啦 嗯 对 然后在浙江 绍兴人在重阳节这一天呢 就会包粽子 然后 注意哦 这里不是端午节哦 是重阳节 但是他们也会包粽子 然后这个粽子呢 就会称为重阳粽 然后大家也会互相去拜访 嗯 然后最后呢 在湖北 重阳节这一天 他们就会酿酒 嗯 然后据说呢 在重阳节当天酿的酒 就最为轻烈 就最好喝 然后而且酒藏不坏 哦 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哦 对 那大家还有一些什么 其他的重阳节的风俗 可以分享吗 嗯 其中一个呢 是古代民间啊 重阳节有灯高的风俗 嗯 所谓灯高 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啦 不过是灯高山 灯高塔 举目远望 欣赏风景这样子 嗯 既然重阳节是个节日 怎么能少了美味的食物呢 嗯 嗯 还有 相信大家刚刚听到了 牧羊描述的重阳节故事 也一定能发现到菊花 其实占了故事很重要的一部分哦 嗯 ok 既然提到了菊花 当然不能少了 大家在重阳节会赏菊 饮菊花酒的这个习俗 诶 你们知道吗 其实秋季呢 最具有代表性的花 就是菊花 嗯 ok 因为它往往在七至九月份绽放 然后所以呢 民间通常会把农历酒月称为菊月 哦 ok ok 在菊花奥双怒放的重阳节里 观赏菊花就成了这个节日的一项重要活动 嗯 说到这里哦 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菊花酒 饮酒也要适量 要注意 喝了酒就搭公共交通回家 ok 不要排车什么的 对对 然后 嗯 我呢虽然很好奇菊花酒的味道 但跟郭亮一样 目前还没有机会尝试 是的 对 所以可能节目之后呢 我们就来喝Yos的菊花 来菊花茶 待机一下啦 ok 好的 接下来呢就是 插猪鱼和沾菊花啦 嗯 相信听到这里 大家头上一定冒起很多问号 对了我已经有了 啊 什么是猪鱼 什么是沾菊花 ok 猪鱼呢各位这里提到的 不是动物界里的猪和 ok 嗯 猪鱼是一种植物 对 然后我们生活中常说的猪鱼 一般是指猪鱼树的果实 猪鱼呢会在三到四月份开花 然后果期是在九到十月份 正好碰上重阳节的那段日子 嗯 然后猪鱼果实是椭圆形的 然后外观是红色的 是不是有点像山楂 啊 那颜色其实 对 对 哎呀虽然我没有吃过 我也没吃过啊 但据说猪鱼的果实味道 还是酸酸的 有点好奇啊 很好奇啊 嗯 对啊我也很好奇 因为我蛮喜欢酸的食物 嗯 然后其实呢 重阳节插猪鱼的这个风俗 在以前唐代已经很普遍了 配戴猪鱼还有头戴菊花 刚才提到的沾菊花就是 头戴菊花的意思啦 嗯 然后这些习俗呢 就是解除碎会 以朝吉祥的一个意思 以前的人 会把猪鱼做为祭祀 配饰 呃 药用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药 卖得生药 对 或者是辟邪之物 然后逐渐呢 就形成了猪鱼的一个风俗 于是在 中国 大家都会在 每年九月九日 重阳节时 佩戴猪鱼 沾菊花 这下其实我想起来了 其实猪鱼 比起去吃它 还是药用的 比较多 功效比较多 对 它一般是 用作中药里面的一味药材吧 大概 原来原来 嗯 那么接下来呢 重阳节 都说它遇到了秋天嘛 所以它是最好的上秋时期 哇 去晒秋是一种典型的浓俗现象 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 在湖南 广西 安徽 江西等 生活在山区的村民 经常晒秋 晒秋 晒秋 这里只有太阳可以晒 有下方就有晒太阳而已 还有秋天 对 其实晒秋这个习俗啊 是因为村庄平地特别的少 它们只能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做晒架 挂晒农作物 久而久之呢 就演变成了一种传统的农俗现象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去农村可能就会看到他们会把那个谷物放在一个竹篮里面 然后就家家户户房顶上面都是 哇 那就会很壮观耶 对 五彩六色的 对 很少在新加坡会看到这种东西对不对 嗯 其实这些谷物啊可能也会做成美食 诶 说不定是不是重阳膏就是用这些谷类做的 嗯 所以呢重阳膏又称花膏 橘膏 五色膏 还有牙膏 嗯嗯 牙膏我有听错吗 牙膏 牙膏不能吃 诶帅 guys 帅帅 骗了 对啦 然后呢没有牙膏 然后呢 置无定法 so basically 这个重阳膏 there's no specific way to make it 嗯然后比较随意这样子 ok 主要的食材有 糯米 红豆 和白糖之类 还有 还会加一些杏仁 basically almond之类的 结果在上面这样子 吃起来可能会比较香 嗯 嗯 比较有讲究的重阳膏呢 会有九层 像如果说新加坡这样子 好像九层膏啊 嗯 别拉比这样子 对对对 不要本地的一些食物这样 还有的是 会在上面插一个小小的红色纸漆 嗯 并且点上蜡烛 嗯 这个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大概用点灯 吃膏代替灯膏的意思啦 啊 就是吃了这个重阳膏 就不用去爬山了 好懒哦 天 带替灯膏嘛 没有懒没了 After这个就喝菊花叉见肥啦 OK 哦 OK 哇好一个 然后呢还有 用小黄紫棋代替猪鱼 OK 当今的重阳膏 并没有好像固定的一些品种 只要是在重阳节吃的 松阳膏类 都会称之为重阳膏这样子 嗯 所以呢大概 重阳膏的种类现在应该还蛮多的 对啊 所以呢 就是希望呢 在COVID疫情结束之后 好转起来 对好转之后呢 大家可以就是出国旅游的时候 可以去选择在秋天的时候去 去中国旅旅游 然后感受一下当地重阳节的氛围 感受一下他们的习俗 对还要感受一下就是当地的重阳节的食品 还有美食 啊比如重阳膏啊 对 重阳膏 大家可以去吃一吃 那我们这期关于重阳节的故事 就说到了这边 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牧羊 还有Amanda 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 关于重阳节的故事 还有一些历史 那我们在Clubhouse Episode 3见 拜拜 拜拜